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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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大家好 嗯 我其实已经有一个 一个星期或一个多星期 没有录视频了 本来给大家 打算录一个空拼记的 但是 嗯 我就是 决定明天要去 嗯 要去同学家 住几天 是 应该是四天六夜吧 就有两个晚上 嗯 就多住两个晚上 然后 嗯 就没法给大家录空拼记 所以我就想说 补偿一下大家 就给大家录一下 嗯 这个 算是一个 嗯 旅行化妆包吧 但是 这个我其实已经录过了 然后 这一回呢 嗯 有一些东西和以前不太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不一样 是有一些不一样 而且我这回 上回大家说我拿的东西多 然后我这回就 精简了一下 嗯 其实我平常用东西就挺废的 其实 上次拿的 也差不多 虽然没有全部吧 但是差不多用完了 嗯 但我这回还是 嗯 接收大家的意见 或建议 嗯 这回精简了一下 就拿了两个化妆包 这个红的是 呃 装的彩妆 然后这个粉的 装的是护肤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先看护肤吧 护肤完全能用的什么吗 化妆吧 然后先介绍 这个是 索菲娜的 呃 防晒 这个不用说 这个我就一直留着 是为了出去旅游时候戴 我 因为它特别小 特别好携带嘛 对 然后我就一直拿 就留着它旅游戴 不过也差不多快用完了 嗯 一个牙膏 这个就是随便在那个 在Hosman买的那种旅行装 这个是截面 这个是截面 呃 它是那种不含皂肌的 嗯 也是那种旅行装 也是随便买的 然后这个也是旅行装的一个水 对 给敏感剂用的 嗯 这个 这个 是 呃 那个 你叫什么 德国世家 但是呢 这个 这本来是德国世家的一个水 它是买的这种 这是我买的这种小 小支妆的 就 试用妆吧算是 但是呢 这个我水用完以后 我就把 里边清干净 然后 我就把这个皮留下 装这个 呃 卸妆油 因为我平常挺喜欢用卸妆油 但是嗯 出门带那么大一个卸妆油 就挺占地儿的 然后我就 呃 用这种小皮装 这个就 一瓶差不多可以用六次吧 我实验过 一瓶差不多可以用六次 对 所以我就 我挺喜欢那个小皮的 嗯 然后 这是 切尔 科研士他们家的那个 面霜 这个就剩一点点了 我怕不够 然后又拿了一个 香奈儿的这个 也是保湿 都是保湿 这个是为了早晨用 然后一个 我以前说过的一个这种 棒状的 呃 棒状的这个 眼霜 然后有姑娘跟我说 这个也可以 当那个唇膏使 不过 我没有当唇膏使过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是一个 YSL的这个精华 嗯 小样也是 是都是买东西的时候送的 然后一个 胶韵师的一个保湿精华 嗯 然后就是三片 这个小样 就是我说 我家有好多这个小样 我就拿上了 这个准备当晚上用的 这个面霜 对 嗯 他们都是同一个产品 只不过 包装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 面膜这些的 哦 还有一个 嗯 这个是 Lamia他们家的这个眼霜 哎呀 但我觉得这个眼霜 对我来说 没什么太大效果 我觉得它 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 那个 镇定作用特别好 因为 我前段时间 不是眼皱过敏吗 用它就 用完第二天 呃 第一天晚上用完 然后第二天早晨 那个红啊 什么的就退下去了 对 镇定效果好 但是 真的 它对我来说 还是不够保湿 然后就是面膜 面膜我这回带了挺多的 其实应该是 带一到两次就够 但我这回带了三次的量 就怕不够嘛 毕竟出门在外 其实也可以买了 呃 这个是清洁面膜啊 这个我就带了一次 一个 这个是Shavance和Doglas合作的 然后 这个是个保湿面膜 这也是Shavance的 只不过我把上面那块去了 这是Shavance和Doglas合作的哈 然后 这也是一个扣湿迷的 保湿面膜 面贴 贴式的 然后这个是Balea他们家的 也是那种贴片式的面膜 这个面膜 我说过 其实不好用 这是我以前买的 然后我就想 这次 嗯 反正我肯定带够亮 我就带一些不太好用的 也无所谓 就带上它 希望赶紧用完吧 然后一个这个是眼贴 嗯 这个是主要是缓解疲劳 特别好 然后这个是Shavance的这个 眼膜 这个我常被款中说了 然后就是 嗯 美瞳 这些 这个都是那个 那叫那个 石瞳 那个牌子的 对 就不给大家看了 有个黑色 有棕色 然后就是看这个彩妆 嗯 永和三美人的一个粉扑 这个就带上 然后 嗯 用完以后就直接扔了嘛 哎呀 然后是美宝莲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我很喜欢 然后是自身堂的这个PK107 好 这个面被我弄得全是手指印啊 嗯 就这样 没个什么 主要是带它是为 嗯 它有刷子 然后索菲娜的控油隔离 出门必备啊 Inisfree的这个 定妆粉 咦 怎么看不清楚 呃 这个散粉 也是小小的出 这都是我的出门必备品 大家应该也清楚哈 还是Bobby Brown的粉条 也是为了出门方便 其实 我 这回用不用都不一定了 现在不怎么用粉底了都 然后给大家说两个 这两个 嗯 这两个就是我最近发现 它俩叠擦就是有那种 嗯 就是有那种网红 就是那种网红的照片的那种 那种嘴唇的感觉 就那种粉粉嫩嫩 然后嘟嘟的 然后看起来 嗯 唇部就是特别有光泽感 然后也感觉是打了玻尿酸啊那种 然后粉粉嫩嫩的样子 就是这两个叠擦 哎呀 具体怎么叠擦完了以后 视频再说吧 反正就一个粉色 一个这个红色 对 这个是季凡希的 这个是Dior的 哎呀 嗯 一个染眉膏 一个Catrice的眼部打底 这个染眉膏 我家里边还有个旧的 没有用完 但是我怕我路上 因为那个马上感觉就用完了 我怕路上用完了 然后我就拿了个新的 然后这个是香奈儿的这个眼影膏 这是我的铁皮计划 就拿上 然后Bobbi Brown的这个 这个黑眼圈的 然后这个香奈儿的这个 嗯 腮红 这也是铁皮计划 这个颜色 这上面都有手指叶 大家就忍一下 然后 Kiss Me的眼线液 哎哟 花娜小姐的这个眼线笔 这是画内眼线 这个是画外面的勾那个 勾勾边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YSL的那个名猜笔 嗯 美宝莲的眉笔 就 嗨 就是为了它有眉粉 比较方便 然后 这是 Laura Maciel他们家的一个眼影棒 它这个是 这种 古铜棕的颜色 我超喜欢这个颜色 嗯 而且小巧 小巧的一只 我当时这个是买的那种套装 里边有好几只 然后就这种小巧 我觉得它家太不好了 我就没用几次 真的是没用几次 你看这字磨的成什么样子 包装太差 好 呃 这就是 我这回 出门要带的东西 嗯 算是给大家补偿吧 虽然我知道我拍过了 但是拍空瓶机估计来不及了 现在已经不早了 好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我回来立马给大家拍空瓶机哈 好 拜拜 拜拜